坊间有些人经常说 寒命、热命 就说你寒命 你一定要用火 离火的运榴莲就好了 其实未必的 其实未必 因为调侯未必牵涉到财观 未必牵涉到钱或事业 只不过调侯重点是健康方面 所以就算是一个热命 你就算走回水去调侯 未必代表你那时候的运气是怎样好 可能是你只不过身脏力健 一样是癌 只不过没有什么病痛 焦点视频 吴沛夫完期朔二的时间 迎光幕见到吴沛夫师傅 大家好 大家好 师傅 今集又想继续跟你讲一些八字的知识 分享给大家 我今天想讲一些关于健康的东西 经常都会听到 很容易我就会不知道为什么有什么问题 健康 很容易哪里有出问题 那里有病 这里有病 其实是不是一些人 他的命盘 原来欠缺了某一些东西 他就会很容易在那个部分 有一些健康问题呢 当然 如果你的八字本身 金木素和肚 事大一种悟痕有滑血的话 就是悟痕的器官容易有病 不过我想讲一件事 比较有趣的就是 命里面有所谓调后问题 调后是什么意思呢 譬如说你是冬天出世 所谓的寒命 当然我们一定要用火去调后 但是如果你有八字 金寒水冷 冬天出世 而没有火的 即是调后有失 调后有失的命就是容易有病 或者有些不自止症 另外一方面就是夏天出世 譬如说是自然未月出世 火炎吐槽 我们要水调后 但如果你有八字这么巧是没有水的话 即是调后有失是另外一样的 亦是容易有健康问题出现的 其实我们可以去想想 冬天出世代表了天寒地冷 而没有火 即是等于冰河时期是否生命力很低 花草树木 所有非禽走兽陷烂的生存空间 生存力量都很低 这是调后问题 另外一件事 火炎吐槽的话 即是等于你在那些大峡谷 那些火山口 即是地道火山 周围来说只有硫磺 寸草不生 亦是所有的生命力都很低 即是我们的命一样 如果我们的八字是调后欠缺的 哇 太热或者寒太多 这些命 我们代表生命力很低 如果生命力很低 所以不要说财官 各方面 事业 各方面都会差 根本这条命都保救不了 也等于这些命 极端的例子一出现 即是说有机会出生 可能是大头BB 或者一出生 智力已经有问题 或者是伤残 这些情况 这些命 所以调后很重要 坊间有些人经常说 寒命 热命 这样说 就说你寒命 你一定要用火 离火的运 榴莲就好了 其实未必 其实未必 因为调后未必牵涉到财官 即是未必牵涉到钱 或者事业 只不过调后 重点是健康方面 所以即使是热命 即使走回水去调后 未必代表你 那时的运气是怎样好 可能是你只不过身脏力健 一样是癌 只不过没有病痛 是 所以调后这方面 你要注意 其实是跟健康有关 跟瘦数有关 所以先天 如果你调后有缺 就多数是腰的命 即是说代表短命 就算你走回调后用神 未必一定会发达 嗯 OK 那如果是这样说 那有些事情 怎样解决呢 首先 用神取决 就是以调后为先 经常有句话 调后为先 调后为先 当然 有些什么比健康更重要 所以调后为先一定 你的命一定要先说健康平衡 如果你健康 你都争取不了 你怎样争取财观 嗯 它的意思就是这样 调后为先 但有时调后用神 未必一定是财观 除非 你刚巧过调后用神 譬如说 你水是调后用神 水亦是我的财星 那当然你走回水的时候 你调后又得够 财又有力 那你当然会发财 但如果你调后的用神 不是的 调后用神是比肩来的 比劫来的 也未必是好的 是 明白吗 就是你牵涉不到财观 哦 那是不是就是 例如说 刚才你说的那件事情 如果可能 例如它的底部 寒命热命 那些 然后再欠缺患 某一些不行 那些地方就容易出问题了 可以这么说的 就是说 如果你是寒命热命 不好意思 我先看看 如果你寒命热命 本身来说 调后欠缺了 还是没有调后用神的话 就已经容易 很多奇难习症 嗯 是很多奇难习症 就是说 你五藏里面 都是受着寒濕的毒 或者是燥热的毒 嗯 两种情况 那你所有的五官 都会降低了 嗯 也是代表了 你所有的六亲财福 都会降低了 是 明白吗 就是说 你整个八字都是火重的 燥热的 你所有的五藏六苦都是火重 嗯 嗯 不停地烧着 是 对吧 那你的福气就会降低了 嗯 道理一样 失明力低 嗯 OK 所以 大家可以 八字这件事 可以了解多些 有不明白的话 可以请教一下 吴佩夫师傅的 下一集 我又跟师傅讲一下 其余一些 玄学风水上的问题 好 拜拜